下列有关糖类化合的叙述,哪些正确? A选项,平常我们使用的红糖、白砂糖,主要成分都是蔗糖 A选项正确 B选项,纤维素经过水解之后可以产生葡萄糖 而葡萄糖透过发酵作用就可以用来制造酒精 因此B选项的描述也是正确 C选项,糖类化合当中的淀粉可以和点分子形成蓝紫色的错误 因此淀粉可以利用点酒检验 C选项的描述也是正确 第一选项,这糖属于双糖,这句话没有问题 但经过水解之后可以得到一分子的葡萄糖和一分子的果糖 所以第一选项,错误 第一选项 糖类物质属于碳水化物,这句话的描述同样没有问题 但是化学成分的通式则可写成CmH2O瓜乎N 所以第一选项,错误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ABC 不知道同学你答对了吗? 刘伦优优独播剧前 糖葱 刘优独播剧前 糖葱 »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